上海之名但你没去过的地方 姓名 上海小马哥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上海市公安局行政总队 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吗 我 因为想了解传说中的刑警803 所以今天我来带大家探秘上海刑警803 在这就在这个审讯上了 时刻刚大家到这里呢 是什么得上一只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椅子位是比较高的 我呢身高M8T中一般刑警 手进去呢我会够着脑脚啊 就是手上去啊 跟椅子有个硬 后边呢有个是 手上上呢估计我都没出来了 现在呢我有一只小桌板 这方便呢过手啊 切泡咪啊 我也是非常的拧心乎啊 第二个呢 这次有的女宝啊 那儿灰的容光啊 在口浪的口浪起 只把我手上啊 可以放心儿灰 这个呢就是那个上海是非第一型的网络 杂皮中心 这个呢就是啊那个非大小星 大家收到的91100的地址就是什么 在这个头牌 今天呢我叫这个尋经小家家 来帮了他门记着大家留个贵心的门 你好 請問你多姓嗎 我姓我 我叫你 我叫你問一下 你平常收到9110的地方 是不是證明你有雜訊的方式 對呀 因為9110是主國的非雜訊 根本不就是收到的地方 有可能就是接了雜訊的地方 或者是低了這種雜訊的忙 所以大家接到的地方一定會接聽 為什麼你經常不以為 上海高峰的雜訊 對呀 通過FaceTime來電 冒充一些金融客服 要你取消一些金融的業務 那有什麼方式的方法可以選擇呢 基本上就是 你平常的用業務 跟這功能和設置的相關 我這一檔不能就買人股特 那麼事不夠外 就拿了個鈔票有百分之外 那第二任光當9110 因為那9110的經營餘 然後第二任光幫忙做支付 那就是剛好幫忙拿到鈔票 那麼我已經贏了個上海 有沒有可能把您幫多少的金融的女婿上行 哦 不幫那上海是沒車的一個情況 就是大家要當心就是七月之一 像是剛有您剛 有的什麼高薪招聘啊 我這大農夫妻這堵桌票 都一定要當心七月不要騎 幹嘛一直老乖去問你 就是說女婿的女朋友有啥了解的 我一直提我去幫你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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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等我等我 我不是我幫了粉絲們啊 幫他那個 幹嘛呢這幾個都得 上海是跟我一句 我正吉林中心 來過來 發一張備事來了 上海是多平吉林中心 多平神的事來了 現金不領事來了 特別能最多行政的來了 準備走了 喝個飲吧 啊啊啊啊啊